第四选区五党籍先议员候选人陈志明 7号下午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不过上个星期陈志明被疑似会选 被法官裁定积压禁建 而在今天的成立大会上 他的儿子陈俊宏表示说 他的父亲绝对是清白的 剩下的日子里他会继续带父亲向选民们拜托 第四选区五党籍先议员候选人陈志明 11月7号下午办理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不过上星期陈志明被查出 在登记参选前后多次亲自或透过王姓庄角 以美票2000元到3000元不等价格 向首适的审民买票 法官裁定陈志明积压禁建 成立大会上儿子陈俊宏表示 父亲绝对是清白的 司法当会这么来伴我们 其实我们也很多委屈 但是我们放在心里 我们不会把它叙述成文字 来攻击任何对手 像父亲做人的原则一样 正气愿意相信任何人 也相信每一位对手 这就是我们父亲跟我们讲的 坚持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坚持的理念 陈俊宏说希望司法还给爸爸清白 接下来继续戴维父亲一一向选民败票请托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做过 我也相信父亲的为人 各位乡亲也非常相信我父亲的人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像检调单位所叙述的那样 但我相信我们的司法 我们的乡亲一定会给父亲一个清白 距离投票日不到三个礼拜 寻求当选的现议员候选人陈志明 7号成立竞选总部 虽然主角无法现身 但是由儿子和家人代打站台力挺 儿子批上竞选彩带 宣誓竞选一定要当选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